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点电荷的电厂 跟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空间有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呢体积是Tor 里头啊有电荷分布 它的密度是Row Row是什么呢 Row就是总电量 它就是一个地方 如果你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体积 叫D TOR 这个上面有一个电量是Q的话 我们讲定是DQ好了 那么它的密度就等于DQ over D TOR 它的单位呢是Coulomb per meter Q 那么或者是有表面电荷密度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表面 比如说我们画成一个表面 我在这里取一个面积基数DA 这个上面呢 这里有DQ的电量分布 那我就说这个地方 它的Charge Density 叫做Sigma 那Sigma它就等于也是一样 DQ over DA 那么它的单位是Coulomb per meter Square 那么这个叫做面电荷密度 面电荷密度 叫做Surface Charge Density 这个是体积电荷密度 叫Volume Charge Density 那么如果说我有一条线 这个线上面呢 我取一个DL 那如果这个上面呢 也有DQ分布在这个上面 那么我们就 Lamina等于DQ over DL 那么单位是Charge Coulomb per meter 这个叫Line Charge Density 叫线电荷密度 那么我们通常有这三种电荷密度 那么有的书上面呢 各种书上写法不一样 像这个Chan那本书呢 它就是写成 都是写成Row 不过它就是Row V Row V 那这个呢 叫做Row S S 就代表是Surface Charge Density 那么它把这个就写成Row L 叫Line Charge Density 好 那么我们有这几种Charge Density 以后 我们现在来介绍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我们假定说 在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体积里面呢 有Charge分布 那么它的Density Row 不是常数 它是跟位置有关 这个位置的Charge 跟这个位置的Charge Density 不一样 那么这里头 比如说我有 有好多电荷 这么连续的分布 我现在在空间随便找一点 P点 我问这一点的电厂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 我们 比如说你要求这点 你人在哪里 你参考点在哪里 参考点在这里 欧在这里 这个是电荷分布的区域 这个是我要求电厂的区域 好 那我们现在 就 我们现在 就 用一种 符号 我们假定 这个 R' R' R'就是 它是指这个区域 里头任何一个位置 相对于欧点 相对于欧点的位置 那么 Prime呢 通常都是用在 所谓的 Source Region Source Region 就是 有电源分布的地方 那么我们要求的电厂 是空间的这个位置 没有打Prime的这个R 没有打Prime的这些位置 这个区域 我们称它叫做 Field Region 就是我们要求电厂的这个区域 好 现在我们要问 这里头所有的电荷 在这一点产生的电厂是等于多少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做呢 那我们要从头开始 思考 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你一种方法不可能就是突然蹦出来 无中生有就出来的 那么我们就要思考说 我求电厂学过什么样的计算方法 比如说我们首先第一个 最开始是用检验电荷的方法 对不对 把电荷摆在这里 摆在那里 摆在那里 它受多少力 然后这个力被电量来除 就是那一点的 被电量来除 就是那一点的电厂 这是检验电荷的方法 然后我们开始正式要计算电厂 那就是点电荷 我们会算点电荷的电厂 然后呢 有一群点电荷 我们现在也会做了 但是现在啊 有很多电荷 它不是一群 它是连续的分布 连续不断的分布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想可不可以用点电荷的概念来做呢 因为这是我们学过的 我们一定是从 从前有过的方法 我们经过改进 而得到一种新方法 不可能什么都是一种 新的方法 那么我们 维基峰就告诉我们 你可以把这个区域 把它分割分割分割成为 无限多个小区域 对不对 小体积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小体积 这叫D-tau 是其中的一个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charge density is roll 于是这个小小的体积里面呢 它就有一个charge 叫做D-Q 因为这个电荷小的 这个体积小的不得了啊 跟一个点一样 因此这个电荷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点电荷来看待 所以既然是点电荷 要求这一点的电场 那我们会做啊 我们做过了 我们令这个项量叫做R 好 这个叫做R univector 于是我们就apply 点电荷的电场 D-Q在这里就产生一个D-E 好 D-E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应用点电荷的公式 它就等于4πy0 D-Q over R square R univector 点电荷的电场 对不对 这个电场啊 是这一个点电荷产生的 我们这里有多少个点电荷呢 有无限多个 比如说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一个点电荷D-Q 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就是朝这个方向 这里的D-Q 产生的电场 就是朝这个方向 那我们学过一群点电荷啊 那一群点电荷的电厂就是那些 每一个点电荷在那里产生电厂的向量核 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个地方的电厂啊 必须是所有的体积 所有的电荷基数 这叫电荷基数 在那里产生的电荷基数 在那里产生的电厂的向量核 因为这个 这里有无穷多项 因为这里有无穷多个D-Q 所以无穷多项 无穷小 你把它加起来 就是积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1呢 就写成 4π ε0分之1 D-Q R² R Univector 要积整个的 top prime 要积top prime top prime 我刚刚说过 prime就代表什么区域啊 source region 要把这个区域 所有的电荷都寄到 OK 好 那么 现在这个D-Q 等于什么呢 D-Q就是这个 电荷 如果是 这样一种方式 成体状的分布 那么它就是这个D Rotent Detail 如果你所看的是一个面的话 那这个电荷是分布在面上面 一样的做法 一样的 我们说这个 是体积电荷密度 如果是一个面上面的话 我们讲定 这里有一个 比如说导体 Conductor 上面呢 都有电荷在分布 它的Charge Density 这个面上的Density 是Sigma Sigma 这个Sigma 处处不一样 好 于是我问你 这一点的电厂是什么 P点的电厂 那你现在要怎么做呢 我们还是一样 要把这个分成 无限多个 小小的面积基数 小小的面积基数 叫DA DA乘上 这个地方的Sigma 它就是DQ 于是我们的O点在这里 那这个是R Prompt 这个是R 那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就是R 这是R 这是R Univector 那么这一点的电厂 由它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第一 因为它是点电荷 点电荷的话 所以 电厂还是可以用这个 还是可以用这个式子 点电荷的电厂 那么这里头呢 有无数个DA 每一个DA都会在那里产生D1 那么因此它的总电厂 就是那一点 所有这个面积基数 电荷基数在那里产生的电厂的向量和 还是这个式子 不过现在的DQ呢 它是等于Sigma 乘上DA 这个是面 或者叫做表面电荷密度 那么如果是一条线的话 也是一样 你在线上面取一个DL 如果是这样的一条线 好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 我们说这个上面有电荷分布 单位长度是Laminar 好 那我可以在这里取一个 DL乘上Laminar 就等于DQ 好 你在空间随便要求哪一点的电厂 你就 这里 是个P点 好 那么这个是O点 这个是R' 这个是R' 这个是R 这个是小R OK 你在这里取这个地方产生的电厂 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这是一个点电荷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还是这个东西 还是这个式子 那么全部的Line Charge 在P点产生的电厂还是这个 不过这个时候的DQ呢 它是Laminar 乘DL 这个叫做线 电荷密度 Line Charge Density 好 这个地方的R 小R 它是等于 你从向量来看 向量来看 R 这个是这两个向量的和向量 因此R呢 它就等于R向量 减掉R'的向量 OK 那么R Univectal 它就是等于R向量 被R的大小来除啊 所以它是等于R减掉R' R'被大小 因此那个式子呢 我们有的书上面 就把它写成这样子 4πε0 DQ 那这里是R平方 R平方就是 这个绝对值的平方 再乘上一个这个 所以它就变成三次方 这里是R减掉R' 所以有的书上是这么写了 那你把它积分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T Tal Prime 这个是诗子 好 现在我们来举例说明 怎么用这样的一个诗子 你说什么 这个Tal Prime Tal Prime是这个东西 这个Tal Prime Prim就是代表 员区 Source Region OK 这个就是 Source Region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 Field Region Field Region 好 现在我们举例的说明 举例说明 怎么用 你知道这个积分呢 里头有向量 有向量的话 通常不能积分 因为这是代表核啊 所有向量都加在一起 那么普通物理就告诉我们 有好多个向量 你要求核的话 你只能够一对一对 两个两个的求 因为两个向量求核 我们可以用余旋定律 余旋定理 求核向量的大小 用正旋定律 求核向量的方向 你没有办法说我三个四个向量 在一起 一口气用什么定律来做 没有 没有这种定律 所以呢 这个里头如果有向量 这个向量如果会改变 就是说你DQ在位置改变 这个也改变 DQ位置改变 电厂也改变 电厂改变就是这个改变 那就是向量核 没办法 没办法一口气积分 如果说这个方向是一个常数 始终是一个方向 那我可以把这个向量提出来 因为它跟DQ无关 那DQ里面就是存量 那么存量就可以积分了 那时候你可以写成积分式子来积分 都可以 但是如果这个会变的话 就不能用 那么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通常要从这个式子开始做 我现在举例说明 好 假定 我们有一个无限长的细导线上面 不一定要导线 反正就是这个细线 它上面到无限长 下面也延伸到无限长 我们现在要假定说 这个线上面的电荷密度 是Row 是Limina Limina就是Line Charge Density 每一公尺有多少库轮 这里有电荷分布了 我现在在空间随便找一点 P点 它跟这条线的垂直距离 有一个垂直距离 我们假定是R 这是P点 我们要问P点的电厂是什么 我们要求 求P点的电厂 那你现在怎么做 我们拿到题目的时候怎么做 比如说我们这张专门讲电厂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你就知道 我就可以用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来做 我下一次用高湿定律求电厂 这个方法讲了 一个题目下来 你就知道这个要用高湿定律做 但是等到我全部电厂都讲完了 好多方法 那么我出一个题目 要求电厂 那个时候你怎么分辨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 用什么方法做 一般同学问题都在这里 比如说你学普务的时候 这一张讲的是运动学 这一张讲的是什么牛顿第二定律 在这个这一张西题你都会做 问题是到考试你就不会做了 为什么考试你不晓得这是什么样的问题 不晓得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做题目 一定要有一定的思考路线 你才问题 才能够抓到它的重点 我们思考就是从他问的问题来讲 这要求电厂 那我就把求电厂的方法算一遍 我求过哪一些求电厂的方法 比如说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我们学过这些 那么现在你就想 这是什么分布啊 什么分布啊 连续分布对不对 是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那我就要从这个式子开始做 你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开中民意就告诉他我要用这个 我不是随便乱讲的 我分析过了 意思就是说我分析过了 这题要用这么做 那么别人一看你 你写出这个式子 就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做 就知道了 如果你很多同学没有这个式子 他马上就是 什么数字就带进去了 这个成那个 那个成这个 根本看不出他在做什么东西啊 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那个毫无章法 就是做起题目来 没头没脑 你以后自己都看不懂 那你这样去做事情的话 就没有头绪 你乱做一通 好像无头畅音乱窜 那么我们知道是这个方法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我怎么用这个 很多同学这个式子啊 平常不做题目 他到考试的时候 把所有的公式列出来来背 他以为公式背会了 他就会做题目 不见得会做 我就告诉你用这个方法做好了 你现在怎么做 你怎么做 你要懂得这个公式 就好像说 好像说我看到这一首诗啊 我要知道那个境界是什么 那幅画是什么 这个是告诉你说 你有一个DQ DQ在某一个位置产生的电厂是这个 那就说连续分布的电荷里面 我要取DQ啊 取DQ DQ取在哪里 你要把它画出来啊 很多人同学做题目 从来不画图了 就在那里写 你脑袋里头可能有一个图画 你想什么样的图画 别人怎么看得懂呢 别人怎么知道你脑袋瓜里想什么东西啊 那你图要画出来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取一个参考点 好 这个参考点我们就取在这里好了 好 那么 这个就是 Source Region 这个跟它的距离 就是Field Region 好 那我们现在要在 你要取电荷基数 一定要在有电荷的地方取啊 对不对 那一定在这里取啊 好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好了 取一个线基数 DL DL在哪里呢 你要标示它的位置啊 你要标示一个物体的位置 你就要有一个坐标系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坐标系 好 你令这个叫做Z轴 Z轴 这就是Z等于零 好 它在什么位置啊 好 那我们说 它距离圆点的位置 我假定是 这个 长短啊 是Z OK 这绝对值Z 就代表啊 它这个坐标是负的 因为它在圆点的下方啊 它本身是负的了 这一段的长度 这个是指这一段的长度 就是绝对值了 我在这个长度的地方 取一个小小的 位 小小的这个坐标的基数 DZ 好 它就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你要讲哦 好 我们就要取 DQ等于Lamina DZ DQ等于Lamina DZ 你要把这个地方呢 用一个图示把它标出来 好 这个就是DQ等于Lamina DZ OK 好 然后 这个R代表什么 这个R代表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R' 这个是代表R 因此啊 这个距离就是R 方向怎么取啊 它是个向 它有向量啊 R Univactor 是什么方向啊 它是从点点和到P点的方向 是这个 因此这个R向量就是这个向量 OK 好 你看 这个上面现在 这里都有了 第一呢 就是这个方向 这里除了常数之外 所有的量 所有的量 我的图上面都表示出来了 图上面都表示出来了 所以你写这个符号 人家看得懂 如果你没有这个图的话呢 什么叫做R啊 什么叫R啊 什么是DQ啊 人家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画图啊 以后记住啊 每做一个题目 图要画出来 图上面要标明 这个上面所有的量 是什么量 让人家一目了然 就看得懂 将来你自己也看得懂 很多同学自己做的题目啊 到考试的 要复习看不懂了 就是你当初啊 你有什么idea 你没有把它写出来 闷在心里 久了就忘掉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个式子可不可以积分 那就说 我们要分辨这个R 会不会因为DQ的位置而改变 如果会改变的话 就不能积分 如果不改变的话 就能够积分 你看现在 R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DQ在这里 我DQ如果变到这里来 这一条线变成这样子 R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变 有吧 如果我在这里呢 R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 小R会跟着DQ的位置而改变 因此 这个式子不能直接积分 那不能直接积分 要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向量 把它想办法处理掉 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向量分成分量 分成component 比如说我现在 把这个量分成这个component 跟这个component 这个向量在哪里呢 是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把这个方向 就用这个R univectal来表示 好了 那这个方向就是Z univectal Z的方向 所以这个就叫做 所以这个就叫做D1 写太小了 后面都看不见 我写大一点 D1R component 这个是D1Z component 所以我们现在 就把这个D1 把它分成两个component R component 我们可以写成R univectal 乘上D1R 方向乘大小 就是这个向量 然后再加上Z 方向乘上D1Z OK 分成这个 那么分成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说 你不管你这个DQ在哪里 它产生的D1 它原来这个方向的分量 方向绝不改变 对不对 方向都不改变 原来这个方向呢 它不是正的就是负的 那么因此我们用正负号来表示的话呢 正负号你知道 一维空间的向量 正负号就可以加加减减了 你再多相难都没有关系 它有正有负可以加加减减 所以就可以积分 那么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来积啊 我们先积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了 D1R加上D1Z 好 现在我们一个一个积分 比如说我们看 E2 E2等于R GD1R D1R等于什么 如果我把这个角度 叫做θ角的话呢 那这个角就是θ角啊 所以D1R的大小 等于D1乘cosθ 那么它就等于R UniVector 乘上cosθ D1 现在没有向量啊 是大小啊 你向量跟存量 一定要分清楚啊 好 那现在我们 就把D1的大小带进去啊 那它就等于 R Univect 4Pi Y0 分之Lamina 这里有个Lamina 好 那式子里头呢 就变成 R平方 cosθ DZ DZ 好 按照Z来积分 那么 这是无限长 原点在这里 所以它这边是 负无限大 这边到正无限大 所以这个就是负的 Infinity 到positive infinity 那我们就把这个向量呢 向量积分了 现在分成 这里头就变成存量了 存量可以积分 但是你要记住 一个积分号 只能积一个变数 这个里头可能有好几个变数 比如说Z是个变数嘛 位置在哪里 Z改变的话 θ也变咯 你这个变一变 这个角有没有变 有变啊 R变了没有 也变了 所以有三个变数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积分号 那你就要把这三个变数 把它画成同一个变数 同一个变数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从它的关系 三角形的关系来看 比如说 我们知道 这个角是θ tangentθ 现在有好几种方法可以做 比如说我们先用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你不需要去 被这个积分 积分公式 比较方便 以后很多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做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图上面 tangentθ 这个直角三角形 的这个角 对边比上零边 叫做tangentθ 对边就是Z 我们现在用Z'好了 因为它是source region source region我们就用prime 我们用prime来表示 source region 它被R来除 R来除 就是tangentθ 好那么 zprime本身是负的 所以绝对 zprime的绝对值就等于负的 乘上zprime 因为本身是负啊 负负就得正了 那么 这个就是r 所以从这里头呢 我们可以 这里都改成prime好了 那么zprime 那么zprime 它就等于 负的r tangentθ 那我们有的是dzprime 那dzprime是什么东西呢 dzprime 它就等于 负R tangentθ 取为分 这个要记 以后常常用 常常用 它就是 signentθ signent平方θ 乘dθ 好那么 这个是dz 把这个变成θ了 如果我们把r也变成θ 那不就只有一个位置数吗 所以r等于什么呢 r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三角形 0边比斜边 叫做这个角的正旋函数 余旋函数 那么 斜边比0边 叫这个角的signent函数 所以 r呢 我们可以写成 大r的 signentθ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所以 er 它就等于 r univetal lamina 4 π ε0 然后这个 里头画一下 cosinθ 乘上 上下线 要根据θ 来定 本来是根据z'来定 θ 当你z'在负无穷远的时候 你看这个区域负无穷远 慢慢下去 这个角就不断的增大 对不对 它在无限远的时候 就等于这条线 就等于这条线啊 趋近于 这个角度是90度 就到了一个极限值 就是二分之π 如果在上面呢 就是负二分之π 如果你这个 在这里呢 在这里的话 就是这个角 这个角 你越往上 这个角越大 这个角就是 趋近于90度 你的θ 这样算是正 那么这么算就是负哦 所以它是负90度 那这里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 不一下子把这个写出来 因为我们做题目啊 常常常会做错 尤其在考试的时候 你平常错 我可以重来啊 你考试没那么多时间啊 所以我们就一项一项 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这个括弧 就是这个括弧 分母就是这一项 将来 我发现不对劲 我要检查 你这一对 就对出来了 你如果一下子 就把它这个约掉什么的 你都重新算过 那划不来 所以现在呢 我们再把这个 十一根平方 跟十一根平方 约掉了 二平方 跟它约掉一个 所以它就变成 4 pi i y z r 分之 remna r 是个常数 就是这个物体 这个P点在哪里 它距离这个 限电和垂直距离是r 这是一个定值 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里头就变成什么呢 负的 cosine theta 就是负的 cosine theta d theta 从负二分之π 到正的二分之 马上就记出来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 4 pi y zero r 分之 remna 这个就变成 负的 什么地方 说了一个负号 这个积分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二 对不对 变成二 那跟这个约掉 就变成r univector 2 pi y zero r 分之 remna 好 这个component 我们求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求 ez ez等于 z 乘上 dez 好 dez呢 是等于 sin ceta dz dz prime 好 那么 你看 那个式子 跟我们这里 这个式子 是差在哪里 向量 这个是zprime 原来那个是r r 这个是z 那个是r univector 然后里头是sin 那个地方是cos 好 我们知道 从这一步 以后下来啊 一直到 一直到这一步 这个没有动过 这个没有动过 对不对 没有动过 化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晓得 从这里一路 画下去 跟刚刚一样 最后一定是 这个没有动过 然后sine 没有动过 它最后是什么 负的 cos 把cos就画成sine cos画成sine 好 这里也是 二分之π 到负 到负二分之π 好 这个积分 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等于 这个 这个积分 这个 还没有写 等等 这个地方 lemna 4 4π 4π y0 r 然后 负的 sin θ dθ 从负二分之π 到正二分之π 好 这个 结果 结果 它就是等于 Z z lemna 4π y0 r 好 这个 积分就变成 cos cos θ 负二分之π 到正二分之π 等于零 零 所以 两个component 都算出来了 你就可以得 DE 它是等于 D E R component 加上 D E Z component 这个是零 所以它就是这个 所以它就等于 不是一 我们用积分的 我们用积分的 我们说 E 就等于 R D E R 加上 Z D E Z 那这个是零 对不对 好 那么 它就等于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就是R Univactor 2π Epsilon 0 R 分之 Limina 你看我们 应用这个式子 应用这个式子 你一定要晓得它的 整个的这个概念 为什么用这个式子 它是连续分布 我必须把 电荷分成 无限多个 小小的电荷 激素 然后因为它是向量 所以我要把它分成 纯量来做 然后它 积分号里头 有多个变数 我把它变成 同一个变数 再做下去 好 这个 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发现 这个component 最后会消掉 只剩下这个component 其实我们这一步 就不用做了 这一步 你可以 可以用话说明 就说因为这个电荷 以这个为对称轴的话 它上面 跟这个下面 都是对称的 都是对称的 比如说我这里 有一个电荷 激素 它产生电荷在这里 可以分成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那么在它对称的 同样的位置 这个对称的这个位置 会产生一个电荷 是这样子的 那么有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那么将来 这一对一对的电荷激素 产生的电荷 它的分量 加加减减 这个正好减到这个 就没有了 这个是加起来的呀 所以我们从 我们可以说 由电荷的对称分布 我们知道 EZ一定等于零 那我只要求 一二就好了 OK 以后像这种对称的 我们可以先说明一下 就不需要去写它了 不需要去做它 不需要去做它 这个方法会不会做 会不会做 你要一步一步 我教你一步 你就做一步 OK 教你一步 你就做一步 那 你不做习题 将来听不懂 一定要做 你如果觉得 做这个习题 一点都不觉得很痛苦 那你一定学不到东西 我们要学东西 就是说 我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要费心力 费心力 要很辛苦的去学 越辛苦的 学习 你所得到的才是 越 越多 而且你将来 可以记住 可以记住的 那么我们现在 讲到这里 大概我们是把这个 三个分量 三个变数 变成同一个变数 对不对 我们现在也可以 用这种方法 从这里 以下我们可以 用这种方法 我不要把它变成变数 我把它 不要变同一个变数 我就利用这个R R的大小等于什么 R的大小 等于Z'平方 加上R平方 开根号 Z'平方 那么cosθ呢 cosθ等于什么 cosθ是 0边比3斜边 R比 大R比小R 小R的大小 那 这个 就等于 R Z'平方 加R' 二分之一 次方 好 我们把它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那我们就得 ER 要等于 R univector 4π epsilon0 分之 Lamina 好 cos平方是这个 这边R平方 除 分母 就是Z'平方 加R平方的 二分之三次方 DZ OK DZ' Prom 好 现在DZ' Prom呢 它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有时候啊 你直接用无限大来做 会很难做 会出问题 那我们就当作它是从负L 远 到正L远 等都积完了 最后我们说L approaches infinity 把L 最后再把L 当作是 无限大 这样做呢 有时候这问题啊 就没有了 好 那你现在要积 要记得这个积分 对不对 这个积分 有谁记得 你们谁现在记得这个积分啊 有谁记得 记不记得 你不记得 临时来做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了 不过 在考试的时候 你临时做 可能会 做不出来啊 所以我们呢 在做习题的时候是可以 我把这个写一下 等一等 我们要用到这两个积分 比如说DX X平方 加A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 好 这个集出来 是等于A平方 X平方 加A平方分之X 还有一个积分 也会用到的 那就是 那就是 X平方 加上A平方 二分之三次方 XDX 好 这个积分 它是等于负的 1 over X平方 加上A平方 OK 你可以带这个式子 那个式子 带这个 OK 带这个 带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得出 这个值来 所以 ER Z prime平方 Z prime平方 加上R平方 分之R 分之Z prime 分之Z prime OK 好 那么这个是要 从 负L 到正L 到正L 那我们把这个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你们自己带 我这里不去带了 最后我们也可以得 这是R univector 二 二π R 二πR 分之Lemna 好 最后我们说这个 approach is infinity 这个approach is infinity 结果是一样的 OK 好 这个是 你们书上是用 这个方法做 你们书上是用这个积分 但是我说过这个积分 你要你要记得住 记不住的话 考试的时候不给你的 你在外面考试 没有人给你这个 所以 哪一个比较容易 变幻变数 我觉得最容易 好 这个是长直导线 无线长的直导线 上面的电荷 在P点产生的电场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这个结果可以当公式用 这个结果可以当公式用 我们要戏 谢谢大家 监督 谢谢大家